前面的版本 然后把它Ctrl C 然后直接把它Ctrl V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一个新的模组 不过将来如果你们这个已经写完的程式 叫什么未命名程式 你可以把它存档 自己给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 这个叫多重判断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放哪里比较好 我建议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存档 多重判断 你可以把它放在 也许像低级底下吧 你就建一个新的目录 按右键 然后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LowLens QPG 我习惯前面加个底线 主要原因是因为 加个底线的话排序会排在前面 这样的话比较好找 有没有你这边 名称 按名称排序 按一下 它一定就在这上面 这里 有没有GPG 放在第二个 然后把它存在这里 多重判断 按储存就可以 所以以后 程式你把它存在里面 存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另外开一个 这个新的文件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 DMI 就是ChartGPT提供的 程式贴上 然后把它Ctrl加号 放大一下 那老问题 第一个 Main 把它删掉 我觉得多一个Main 好像有点太啰嗦了 把Main这个拿掉 第二个的话 然后把这个范围的程式 按Shift加Tab 就让它出牌到前面去 那你会发现 它写完的程式基本上 怎么样 几乎就是 符合我 而且甚至跟我之前写的 好像很 蛮相似的 那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是 比较特别的 当然第一个 你会发现 Input的外面 我们是 转型变数 之前是用Int 对不对 转成整数 但是呢 因为呢 身高跟体重 有的时候呢 会有小数点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的资料 你的数字 是有小数点的状况 那可能你要用的 转型的函数 就要用Float OK 不然的话呢 你如果用错误的 你给它一个整数 它会出错 OK 所以特别是Float 那如果你是整数加Int 这个特别是因为 因为数字有分整数 跟非整数 这两个 所以Int是整数 Float的话就是小数点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那你说老师 那可是 如果呢 我 这个输入数字不确定呢 可能有整数 可能有小数点 那我不确定 怎么办 我教各位 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 改一下 改成另外一个函数 叫Evo EVAL OK 这个函数的话呢 就不会管 反正你输入整数也可以 你输入小数点也可以 OK 所以啦 好像比较推荐这一个 那其实它应该是 VAL应该是VAL 应该是EVAL EVAL 其实在ESAL里面也有个函数叫VALUE VALUE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文字转数字 所以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改以Evo 好 这样OK的 好 这样就不会管 那所以输入之后 然后请输入升高 如果这边有一点不太OK 它这边是请输入公尺 好像我们的习惯比较少输入公尺 有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要改成公分吧 请输入升高 我执行一下 请输入升高 公尺 哇 这感觉公尺有点单位太大了 公尺 我想说我公尺 1.5 1.7 1.75 OK 这样子 这个还是有点怪怪 习惯还是输入1.75 比较OK 好啦 没关系 先输入 然后体重 体重 假设80 OK OK Enter 诶 它得到的结果 我觉得它 我用出来蛮OK的 您的BMI 过重 那我怎么知道说多少才是刚刚好 所以可能我想要减肥的话 应该是减到多少 减到70 70看看 其实应该就会刚刚标准吧 正常 有没有 所以我可能要再减10公斤 也许就会达到正常的标准 好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 这一题 这个Charge BP 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发现 以后 那个东西是越popular的 它越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越冷门的东西 它问题就比较大 所以这个也是Big Data 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 就是如果你资料量够多的话 其实你东西就会越来越好 OK 可是如果你那个资料量不够的话 好像它就是得到的就是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答案 OK 这可能跟资料量有点关系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有一个地方要修正 可能是习惯问题 我们习惯是把它变公分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边改成公分的话 好 有没有 然后呢 input公分 那怎么样变公分 很简单嘛 输入完之后 它 先转换成数字 你外面呢 再怎么样 我们在这边把它转就好了 那怎么转 除以100不就好了 那不是很简单吗 OK 你除以100 那不就 假设你输入1.75 那除以100之后的话 那不就刚好是1.75 那到底是一样 OK 所以如果你改公分的话 那这边呢 也就是除以100 然后 那 身高体重输入完之后 其实它计算什么 计算BMI是在这里 然后 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计算BMI的部分 我是觉得它在这边写 写成一个函数 好像有点多余 为什么 因为它传的身高过来 传的体重过来 然后再去把这个计算完之后 丢给BMI 然后再把BMI丢回来 那你干脆直接怎么样 你这有点像多死一举的感觉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行 直接就放在这里来就好了 那你为什么把它传过去 然后计算完 再传回来 所以这有点多死一举的感觉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 这里 其实如果要优化 的话 应该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一行 这个有没有 直接Ctrl C 然后直接Ctrl V到这里 这样BMI就算完了 那算完之后的话 这上面这个Function 没用 所以就可以怎么样 Delete掉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等于是说 传过去 在那边计算 再把结果丢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在那边计算就好了 而且它只有一行 它如果有两行三行 那就算了 那只有一行 那只有一行你在这里做就好了 你干嘛在那边做 OK 所以 这里的话我的想法是说 直接把这个公式 就放这里 它的公式 在云端上 在网路上也有说明 它的公式是 身高 除以什么呢 除以 不 应该是 体重除以 身高的平方 有没有 所以身高的平方 记得哦 身高 的平方 乘乘二 刚刚好像有讲到 有没有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是平方的话 那就乘乘 二四方 好 那 所以上面的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DF 这样又可以优化一点点 程式又更精简 然后最后 你改完之后 再来就是说乱乱看 所以我刚刚改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 公分 改成那个什么 公尺改成公分 这边除以100 然后把上面的DF 砍掉 留下这个就好 那我确定一下 因为我也不确定说这样改 是不是有错 如果有错再把它改回来就可以了 执行 175 体重 起数看看会不会标准 OK Enter 那这边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改完了 那再来的话 其他部分的可能会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 这个叙述方法 您的体重为什么 它这边有一个小F 其实就是用格式化 格式化语言 至于这个格式化语言 这什么意思 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已经把 这个版本把它改完 然后把这个最后 优化的版本 也许把它再贴到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一下 这个后面的部分